永恒一族数量稀少,很久才会诞生一个新的永恒一族族人,可他们存在岁月太悠久了,有着数位永恒帝君坐镇永恒国度,即便是道蒙也无法攻克那永恒国度。 少女笑了,其实也没什么,永恒国度其实比道蒙要弱得多了,毕竟道蒙是所有修行者的联盟,强者如云,永恒国度的优势是很团结,强者聚集在一起,且有永恒国度那件不可思议的宝物庇护,如果没有那件永恒国度宝物,早就被道蒙连根拔起了。 记忆宝点头 无尽的混沌诞生的生命很多,永恒一族吞吃生死道军能够变得更强,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死敌。 实际上,无尽混沌中的生命比永恒一族更强的还有很多,他们有些数量更加的稀少,更为强大,他们修炼的岁月无尽漫长,手段不可思议。 不过,最强的永远是道蒙,道蒙毕竟拥有着最为庞大的修行者,数量几乎是无穷无尽。 记宁笑了,是啊,比如大漠疆域,都是修行者,哪里看到什么其他生命了? 记宁看着手中的金球问道,这永恒神血对我有何用? 这一滴永恒神血对道蒙用途不是太大,最多用来炼制丹药,培育些特殊的重兽等等。 少女说道,可是它对永恒一族却非常非常重要,这一滴永恒神血足以让一个永恒一族的族人实力飙升,毕竟它是梅漏波大帝几乎半条性命的血肉炼制出的一滴神血。 只要被永恒一族知道你拥有它,你就会遭到追杀。 少女说道,记宁周美了,对自己没什么用,永恒国度又势在必得。 不过你放心,大漠域是属于道蒙较为核心之地,永恒一族是不敢来的,最多派遣些世界境的兵族。 少女说道,其实我们就已经怀疑,福开和阿罗伊很可能是永恒一族的兵族。 是啊,他们对永恒神血太渴望了,渴望的不太正常。 金眼傀儡说道,我万神府内也有其他奇宝珍宝,他们却只盯着永恒神血,而且那福开和阿罗伊都是带着十名世界境仆族,宝物众多又有永恒神兵。 宝贝这么多,来历非凡啊,却又不过性命,只为永恒神血。 这足以让我怀疑他们是永恒一族的走狗了。 金宁点头,是啊,仅仅只是走狗,因为真正的永恒一族数量非常稀少,至少都是生死道君层次的。 也仅仅只是怀疑罢了。 金眼傀儡说道,他们毕竟是按照主人定下的规矩,闯过诸多险境,又从生死末盘上活下来的。 如果不是你,我也只能将永恒神血给阿罗伊了。 纪宁点头,这永恒神血对你用途不大,你出去后尽快赶回大漠院。 金眼傀儡说道,告诉大漠道君,你得到了永恒神血,欲要卖给道蒙。 一旁的少女也点头说道,大漠道君实力非凡,虽然未曾摸到河道边缘,却已经是无尽疆域中赫赫有名的道君了。 在推演一道上,无尽疆域的道君中,他可是能排在前三的,只要他再进一步,达到河道边缘,那恐怕是不亚于我主人的存在了。 不亚于万神道君? 吉宁暗暗吃惊,大漠道君真是厉害啊,在河道边缘就能媲美万神道君吗? 难怪连大哥天一道君都那么客气啊。 大漠道君那等大能是不可能贪磨你的永恒神血的。 少女笑道,你交给他是最安全的办法,如果你交给道蒙的其他生死道君,十有八九会被杀了夺宝。 因为这一滴永恒神血对道蒙虽然不是太重要,道蒙呢,也是愿意出两百万方混沌灵液买下的。 这,两百万方? 吉宁有些震撼了,这天上掉馅饼了。 不过,这些都是外力,终究自身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永恒国度恐怕愿意出一千万方卖下。 少女笑了,可是道蒙不可能卖给他们,因为卖给他们,就是让永恒国度的强者变得更强。 两百万方? 一千万方? 吉宁觉得这财富啊,太惊人了。 忽然他想起来,大哥天一道君,请大漠道君帮忙,就是送上了足以炼制出最好、最完美的两具法身的法宝。 吉宁连神问道,生死道君要炼制法身,一具最完好、最完美的法身,宝物价值是多少啊? 最完美? 少女笑看了吉宁一眼。 生死道君们一般炼制法身,都是炼制较为简陋的法身。 毕竟,生死道君们一步一生死,到了后期,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实力后,才敢说去弄一具堪称完美的法身。 一具完美法身所需宝物,怕是不下于一千万方了。 就算对于河道边缘的生死道君,也几乎是全部身家了。 吉宁听了恍然,大哥天一道君为了请大漠君帮忙,是亲近了宝物。 天一道君呢,可是天仓宫的公主,活了无尽岁月,这次是为了河道,才舍得拿出这么多的宝物的。 一千万方,那是正常河道边缘大能才拿得出的。 少女说道,一般弱小些的生死道君身家也就数十万方混沌灵液,这一滴永恒神血已经能媲美一般的生死道君了。 金眼傀儡郑重喝道。 浩瀚无尽混沌,蕴藏了不知道多少宝物,可能一片神秘的叶子就价值数百万方。 比如,一滴新净水就足以让河道边缘的大能为之疯狂了,拿出千万方想要买都买不到的。 可这些都是虚的,宝贝只是外力,修行路终究是要靠自己。 吉宁点头,向天一道君去一波界,似乎就是为了某个宝物。 为了那个宝物,天一道君又是去了速封一记冒险,得永恒信服,又是花费了巨大代价,请大漠道君帮忙,又是不顾生死危险,进入一波界。 由此可见,有些宝物啊,的确足以让河道边缘的道君们疯狂了。 是啊,宝物终究是外力。 少女也感叹道,我主人为了河道,拼了性命找一些宝物,请许许多多朋友来帮忙,做了无比充分的准备。 可最终,河道还是失败了,而传说中也有大能,根本没有什么准备,仅仅在睡梦中,就自然而然河道,成就永恒了。 修行才是根本啊,少女感慨,纪宁也点头,纪宁早就明误了这一点。 其实,像天一大哥,像万神道君,谁不懂这一点啊? 只是,这当这路走到了尽头,站在河道边缘,又没有河道的把握,自然是寻求外物的帮助了,来提升河道的可能性。 永恒神写的事该如何处理,你也知道了,少女指着周围的一座座雕刻,足有百里广阔的电厅四面墙壁,有着足足数千座雕刻。 这些都是主人亲手所雕,炼器、炼丹、阵法等等,主人精通得太多太多了,自好万神。 少女说道,就算是剑道,主人也曾经参悟过,主人专门观察了五千多名走剑之一路的世界镜,观察它们的剑术,五千多名世界镜,剑术都有不同。 主人观察了它们的剑术,而后雕刻了五千多座雕刻,每一座雕刻风格都不一样,都代表了一名世界镜的剑术。 少女说道,当观摩过五千多名世界镜的剑术,耗费了心血雕刻了这么多雕刻后,主人在剑之一道上,就已经踏入了生死盗军层次了。 济宁听得是目瞪口呆啊,这种修炼方法,剑之太…… 专门观摩五千多名擅长剑道的世界镜,整个大漠域,怕是都找不出一千名啊。 雕刻成功时,剑之一道,就踏入了生死盗军镜。 主人后来放弃了,他说,在剑之一道上,他天赋不秦。 少女说道,为了观摩五千多名世界镜,并且雕刻成功,主人耗费了数个混沌计的时间。 纪宁也听过万崇山镇灵说过,万神盗军不同剑道,可那是和万神盗军其他方面相比。 万神盗军在其他方面太逆天了,他死前布置的阵法,让永恒帝君都不敢进来。 他当初炼制的傀儡,金眼傀儡,就媲美河道边缘的大能了。 至于剑道,才刚踏入生死盗军层次,对万神盗军而言,的确算是不同剑道。 你参悟吧,五千多座雕刻代表了五千多种剑术。 主人总是说,一切道进阶相通,他从五千多种剑术中找到了剑之一道突破生死盗军的路。 嗯,金宁点头便走了过去,突然回头问道,我能观看多久? 你想在这里观看多久,就多久? 少女笑道,你完全可以在这儿带上一两个混沌剑,相信那伏开阿罗仪也不会在万神府外蹲守那么久了。 他们在外蹲守? 哦,金宁一惊,他是早就有所预料,可当真的发生的话,还是感到不妙的。 嗯,他们俩都不要任何机遇,都是最快的速度离开了万神府。 我所料不错,定是在万神府外等着你呢,少女说道。 金宁点点头,笑了,管他呢,这五千多座雕刻代表了五千多种剑术,足以让自己参悟很久。 自己慢慢参悟,就让那伏开阿罗仪在外面慢慢地等吧。 金宁连声道,还请两位前辈帮忙,告诉我的追随者碎尤基,让他无需着急,安心等我。 好,交给我。 真灵少女笑着,尽管在这儿观看吧,什么时候想离开神府,告诉我一声,我到时候将你和那碎尤基一起挪移出去。 对了,附龙世界神也是和你们一道的吧,他如果单独出去,恐怕也会遭到解杀。 嗯,金宁点头,我和苏尤基出去十年之后,前辈,再让附龙世界神出去吧。 自己必定是要成为世界境才出去的,到时候,附龙世界神即便跟着一起去,也帮不上什么忙。 主托了后,金宁便走向了巨大殿庭的垫壁,垫壁上一座座巨大的雕刻,进阶都是不同修行者的模样。 真是神奇啊。 金宁看了,心中赞叹。 这雕刻之术,不可思议啊。 每一个雕刻都有着独特的剑的气息,完全不同。 就好像之前纪宁得到火形雕像,火形雕像也是蕴含着八大意境,且甚至蕴含了一门强大的法门。 而这五千多座雕刻,每一座都蕴含了一种剑的意境,只是没什么明确的法门而已。 可对金宁这样的剑道高手而言,那巨大雕刻的每一道痕迹都是一式剑术。 爆裂,霸道。 金宁看着眼前的一尊雕刻,这一尊雕刻怕是用了上万道痕迹才组合而成。 这些痕迹有的较为拙劣,可渐渐的却玄妙起来,显然是万神道君在观察修行者剑术一个不断学习参悟的过程。 冰冷,飘逸,诡异,阴影。 金宁看着周围一座座雕刻,每一座雕刻的剑术都有不同的感觉。 金宁没急着去参悟,而是一步步的行走,仔细的观看着。 这是一个剑术的海洋,每一个雕像就是一种独特的剑术,甚至任何一个剑术都非常的玄妙。 金宁的眼光很准,这五千多种剑术都是达到剑道世界境圆满的。 当初万神道君之所以耗费了数个混沌计,主要是寻找五千多名在剑道上达到世界境圆满,修行者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在找到第五千多名的时候,万神道君在剑道上突破了,突破到生死道君的层次。 如果没突破,恐怕他会继续照下去。 这一突破,找到自己的路,他就明白在剑道上他能大概走多远了。 万神府外,高空中,三道身影都盘膝坐在云雾上,他们的神石完全笼罩了这一方混沌世界,就是有一个虫子进来都躲不开他们的探查。 这三个人正是血袍少年阿罗伊,古凯世界神,以及一身金袍的福开。 他们都是早早的就赶到了万神府外,刚开始碰面时,福开和欲要和阿罗伊一战,阿罗伊当时就怒骂, 蠢货,我可是逼你先出来一步,如果我有永恒神险,我会在这儿等你,早就走了,我根本没有得到永恒神险,你不信,我立下本命是岩祖星了吧? 阿罗伊也是退了一步,因为他也要借助福开的力量。 那个妖孽祖神得了永恒神险,如果够小心的话,很可能在万神府内一直修炼成世界镜再出来,他之前的实力就能媲美世界镜圆满,一旦突破成世界镜,恐怕能是和我相当。 到时候,福开,你和我联手才能压制住他。 放心吧,阿罗伊,得不到永恒神险,我们都得死,而且你也太瞧得起那妖孽祖神了,他就算成了世界镜,他的剑术比你差那么多,即便有逆天的神通秘术,我才达到世界神巅峰就不错了。 不可小瞧,我们输不起啊。 嗯,他们三个就这么默默盘膝坐在高空,时刻维持着神识探查。 成了世界神后,魂魄和神力结合,探查的波动便叫神识。 若是混沌仙人的话,就叫仙识。 其实啊,二者差别并不大,相对而言,如果心力能突破到第六层次,那么心力的探查才叫厉害,才叫防不胜防。 他们三个都是实力了得。 须知,三界中的道祖们都能一念探查三界,这三位世界神当然能轻松探查整个一方世界。 甚至,他们轻易地就将万神府周围的空间完全凝制,使得无法空间穿梭。 只要他出来,只有死。 阿罗伊的眼中满是无尽的邪海。 傻,扶开的脸色也是冰冷,不是纪宁死,就是他们死,他们没得选。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可是纪宁一直没有出来。 而他们三个呢,就仿佛最有耐心的猎手,默默地等待着,不急不躁。 神府内,剑之电厅内,纪宁慢慢地行走着,观看着一座座雕像。 五千多种剑术,不同修行者的剑术。 纪宁看得目眩神迷,仿佛畅扬在剑的海洋中,太震撼了。 纪宁当初也看过北修世界神自创的多门剑术,却没有这么震撼过。 因为,一个修行者创造多门剑术,和五千多名修行者创造出了不同的五千多种剑术的话,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的。 因为,一名修行者对道德感悟已经是固定了,他自创的剑术终究属于一个系列。 而五千多名修行者的话,却是完全不同了。 经历不同,思想不同,剑术也完全不同,那才叫真正的包罗万象。 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还没有剑这种兵器,一位生灵发明了剑这种兵器,渐渐的就有用剑的一些奥妙,逐渐的开始形成一种种剑术,甚至有资格称得上是剑道。 无尽岁月过去,无尽将遇亿万修行者,一代代的传承,剑道,御家的浩瀚,一位为生死道君走出了自己的路,连这无尽的混沌深处都有了剑之本源。 可终究,一切都起源于那一个看似普通的兵器,剑。 剑宁自从眼光变了后,剑的世界在他眼前也就变了,这五千多种剑术,剑宁看到的是不同的剑术的发展过程,都是从剑掠逐渐的玄妙。 万神道君的雕刻留下的痕迹,刚好是万神道君学剑的过程,从一开始的拙劣到后期的玄妙,正好让剑宁抛弃得更加轻松一些。 原来剑宁还能这么用,我的低血室还可以多出这么多变化,原来我的无影室还是不够无影,这才叫无影啊。 纪宁看到一门门剑术,所谓树叶有专攻,有些剑术在某一方面的确是达到了极致,超乎了纪宁的想象,像纪宁的低血室已经称得上是胸利异常了。 可是,纪宁在这五千多种剑术中看到了至少一百多种剑术,仿佛天外流星,真正的惊艳无比。 从根源剖析每一种剑术,让纪宁对剑术的感悟在急剧提升。 原本无名剑术第三世,罗天世困住纪宁的平静,在纪宁的剑术修为大幅度提升后,自然而然的纪宁就误了,就突破了,它完全可以突破到世界境。 可是纪宁没有,因为它现在沉浸在剑的海洋中,它不想分心。 剖析一种种剑术,纪宁脑海中甚至渐渐有了一棵大树,这棵大树就是剑的本质。 而这棵大树开始有了五千多个树叉,每一个树叉都代表了一种剑术。 随着纪宁的参物,有些树叉开始靠到了一起,长在了同一根根之上。 这是一次非常珍贵的机遇,对纪宁而言,甚至远远超过了永恒神邪。 永恒神邪终究是外力,可这五千多座雕像,特别是雕像上那些拙劣的痕迹,因为万神道君初学那门剑术很拙劣,自然浅显,浅显得纪宁才能更加简单的剖析,如果是深奥的,反而是没法剖析。 纪宁脑海中的那棵关于剑刀的大树越加的壮硕,渐渐的,越来越多的树叶开始汇聚到一根树干上,这棵剑刀大树的枝干越来越少,从数百根枝干变成一百根枝干,变成数十根枝干。 纪宁的修为不知不觉的在不断的提升着。 时间流逝,沸腾了岩浆岸边,正盘膝坐着一名火红衣袍女子,正是得了机缘在神府中参悟许久的火仙子苏游基。 苏游基看着前方,只见岩浆中央正有着一朵绽放着的莲花,莲花摇曳。 此地的确是参悟火星一道的肾体所在,苏游基微微醋眉。 只是,我如今再怎么参悟,也没有丝毫寸见。 哎,按照神府镇灵所说,主人他正在参悟,也不知道要参悟到何时,这都过去三千年了。 是的,苏游基在神府中已经是待了三千年了。 他略微一巩固自身的实力,就能媲美一般的世界境。 加上在这处,万神道君修行火星一道奥妙的地方修行了三千多年,如今的苏游基已经是达到了顶尖世界境的水准了。 须知,万神道君不通剑道,可是在火行、雷电等诸多方面都是极为擅长的,让苏游基也是有了不少的收获。 慢慢等吧,苏游基只能是耐心的等待。 都三千年了,还不出来。 在万神府之外,在高空的云雾之上,阿罗伊、福开、古凯世界神他们三个依旧在默默地守着。 福开脸色阴冷。 看来,那妖孽祖神也猜到了些,所以硬是在万神府内拖延。 想要修炼成世界境,可即便他妖孽如此,可从祖神到世界境的瓶颈,岂是那么好突破的? 三千年没突破,恐怕三万年、三十万年都不一定能突破了。 废话作甚,慢慢等吧。 阿罗伊冰冷道。 无形的压力早就让他们心中充满着无尽的杀意。 那一个个老家伙都想要得到永恒神血,可一个个都不敢来,只敢派些世界进来。 福开有些怨气道。 哎,是啊,还将永恒神血当成我俩的决心考验。 阿罗伊也摇头道。 这里是大漠域,那位大漠道君可是无尽疆域中在推演一道都排在最顶尖的存在。 那些老家伙只要有一个胆敢进入大漠域,恐怕那位大漠道君就算出来了。 嗯,福开点头,大漠道君很可怕。 无尽疆域何等浩瀚。 就算是万神道君,当年论实力也不敢说无尽疆域所有道君他排在第一。 他也不敢说这话。 可大漠道君呢,却是无尽疆域推演一道上排在前三的。 这种逆天之辈,就是在家中心中一算,便是能屈及避凶,危机何时来都能一一的算出。 永恒一族这种整个道蒙的死敌,如果有永恒一族的族人胆敢来的话,也难以躲开这大漠道君的推演。 且这里又是道蒙腹地,一旦被推演发现踪迹,就算想要逃,也是无处可逃。 所以永恒一族的族人一般都会避开这种称得上是无所不知的推演一道的可怕大能,除非真的是实力滔天,能够媲美万神道君,可以横着走。 要怪,只能怪我们,没能自己觉醒。 福开传音道,如果我们能够靠自己跨入生死道军境,真正觉醒,成为真正的永恒一族族人,也不必拼了命的急破脑袋,要这样的考验机会了。 嗯,阿罗伊也点头,他们俩也能靠偷天生死单突破,可那样的话,再无突破的潜力,是没法真正觉醒的,也不会被认同为永恒一族的族人,只能靠自己。 或者,让永恒国度帮他们觉醒,那样代价真的很大。 所以,永恒国度提出了一个考验,将永恒神邪带回去,永恒国度可以帮助一名后裔觉醒。 对盗盟而言,永恒神邪用途是不是太大的,可对永恒国度而言的话,这永恒神邪那就太重要了。 付出点代价,帮一名后裔觉醒,那也算是值得的。 众多后裔挤破了脑袋,都想要争取这种机会,最终,福开和阿罗伊得到了这个机会。 按照永恒国度的命令,得到永恒神邪一步登天,也能觉醒成真正的永恒一族的族人。 得不到,那都得死。 福开,按照我俩之前立下的本命誓言,一旦的妖孽祖神出来,我们自然同心协力去夺取永恒神邪。 一旦夺到手,我俩生死对战,生者拿着永恒神邪回去。 阿罗伊看着福开,这是自然,福开也自信生死对决所有手段都能用上, 道军以下,他还真的不怕过谁。 三千年,就是三万年,三百万年,也得等。 阿罗伊眼中寒光闪烁,外面阿罗伊福开他们等的新交,苏尤基也猜测自家主人到底要修炼到何时。 纪宁却完全沉寂在剑术的海洋之中,从来没有过,自己前世今生从来没有过对剑术有这么强的自信。 纪宁凭空出现在电厅内,环顾四周,四周电壁有着五千多座雕刻,而电厅内的中央则有着一座高塔,正是溃天太号塔。 纪宁这些年几乎都是呆在溃天太号塔内餐物,因为他很清楚,要完全抛弃餐物五千多种不同的剑术,需要的时间肯定很漫长,自然是借助了溃天太号塔。 啊,终于进阶参悟了个遍,也达到我如今的极致了。 纪宁一挥手就收了溃天太号塔,此刻纪宁豪气万丈,环顾四面八方,纪宁微微躬身,轻声道。 谢万神前辈了,若无前辈搜集这么多剑术,哪有我纪宁今日一招动物? 纪宁也算是颇为谦虚,此时也称自己是顿物。 用地球上的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一门剑术到底有何优点,有何缺点? 盲人摸象是根本不清楚的。 真正的一门门剑术完全剖析开来仔细比试,才渐渐的发现,这一门剑术某方面极为了得,另一门剑术的某方面有些缺陷。 为何强?为何弱? 不断的剖析,纪宁心中有意敢秤。 渐渐的,对剑刀的感悟呢,也就越来越多。 甚至纪宁心中啊,就形成了完全的剑的一个体系。 五千多种剑术,进阶可分门归类。 当纪宁将五千多种剑术分成了十二类,进阶觉得豁然开朗无误后,纪宁甚至有一种,一切剑术我进阶无惑,就算极玄妙处暂时误不透,只需要足够的时间,终究还是能够误透的。 这种自信是观看五千多种剑术后形成的。 便拿无名剑术和神剑本源誓言一番。 纪宁微微一笑,这些年他从没刻意去琢磨过无名剑术,最多偶尔分出些念头,即便这样,无名剑术第三是罗天使也早早就误了。 无名剑术第四是,牙之角。 这一世倒是颇为玄妙。 纪宁心中迅速抛袭着,从剑的本质出发,逐渐的一切在纪宁心中展现,花费了六个多时辰。 原来如此,创出这等剑术的,真是了不得的大能啊,比创出那五千多种剑术的,要厉害不知多少了。 纪宁轻声赞叹,可他却清楚那五千多种剑术虽然都不是太高明,却开阔了他的眼界,让他对剑的本质认知也是更加的深刻。 使得他短短六个多时辰,就误出了无名剑术第四是。 无名剑术,第五是呢? 纪宁试者参悟,虽略微误出了少许,最终呢,还是放弃了。 被修世界神当年,也就误出了第五是而已。 我这三千年,毕竟仅仅是埋头参悟,未曾生死搏杀,还是欠缺了些。 再看看神剑本源吧。 纪宁手中多了一柄神剑,正是永恒神兵,紫光琼。 纪宁细心体会着神剑本源那一股胸利滔天的高高在上的剑意。 过去他参悟起来极其的难,如今呢,明显参悟要快多了,足足耗费了一多天的时间,纪宁终于感觉到难以再尽丝毫了。 可这些参悟已经是足够多了,纪宁很快就自创了一室剑招。 这一室,便是本源建议第二室了,既然是在万神府内参悟,就叫万神室吧。 纪宁轻声道,内心呢,有着一丝感激的。 没有万神道君辛辛苦苦去观摩五千多名世界境圆满的剑道高手,甚至又辛辛苦苦雕刻而成,哪有纪宁简现成的进阶参悟个遍呢? 当然,也是纪宁对剑的认知,直指根本。 如果有些剑道高手,就算比纪宁的剑道更高,可看到这些雕像,恐怕也只会说一句,我有我的路,这些和我的剑道不合。 哈哈,本想再修炼道世界境就出去的,没想到却有了这么一番远超永恒神险的大收获。 纪宁笑着,炼成无名剑术第三式就能成世界境了,自己都炼成第四式了。 这三千余年,纪宁称得上是真正的脱胎换骨,他的剑真正有了魂魄,因为将来成了剑道上的绝对大能,铸造了根基。 嗯,也该突破到世界境了。 纪宁盘西坐下,开始平静心神。 轰,天地震颤,混沌之力涌动,刷刷,在神府前的广场上出现两道身影,正是三眼光头男子和镇灵少女,他们俩都抬头看着。 好汹涌的混沌之力,少女凯叹道,比一般修行者突破世界境时,动静可大多了。 那纪宁可不是一般的世界境能比的,三眼光头男子也仰头看着。 须知,这还是属于万神府范围了,都能看到汹涌的混沌之力,可以想象外面的动静是何等之大,像之前火仙子苏油鸡突破的动静,就要比纪宁要小得多了。 突破了? 应该是天藏宫的纪宁吧。 万崇山镇灵万山也出现在一座高山之巅,一袭白袍抬头看着。 混沌之力,似乎很是震荡汹涌。 虽然在神府内,可苏油鸡依旧感觉到了。 难道有谁突破了?是主人吗? 在万神府外,那一方混沌世界中的动静的确是要大得多了。 整个一方混沌世界的高空都出现了巨大的混沌漩涡,单单肉眼光看着都心惊肉跳。 好大的动静啊! 血袍少年阿罗伊,金袍青年福开,谷凯世界神他们三个都抬头冰冷看着。 应该是那个妖孽祖神突破了。 福开低沉道。 嗯,也该突破了。 突破的好,突破了,他也就快出来了。 阿罗伊眼中闪烁着寒光。 不愧是能够在祖神时就能匹敌世界尽圆满的。 这时候突破的动静,就算和我比起来,也是相差无几了。 嗯,福开也点头,他们俩都是背景了得,也都非同一般,突破时动静都同样惊人。 神府五千剑道殿内,几宁盘西坐着,无尽汹涌的混沌之力正环绕着他,不断涌入他的体内。 哼,金丹空间内,原本一片祥河,有元气海洋,有岛屿,美丽得很。 可现在一切破灭,重归混沌,金丹空间内化为了一片混沌,剑种。 一颗种子凭空出现,这一颗种子是达到建立第五层次剑神镜自然凝聚的剑种,一般是肉眼难以看到的。 可现在,在这金丹空间的一方混沌中,它却显形了。 这一方混沌空间,就是以剑道为核心的。 建立第六层次,剑世界,一道低银声响彻这一方混沌世界。 原本的那一颗剑气环绕的种子却开始生长了,渐渐地开始破开。 由树苗破壳而出,很快,剑种就化为了一株小树苗。 树苗正在迅速地生长,大量的根须也疯狂地朝四面八方蔓延。 济宁关于剑道的一切感悟,就仿佛养分,让这代表剑道的大树不断地生长。 这棵树迅速地成长,十丈,百丈,三百丈,六百丈,一千丈。 济宁在剑道上的感悟非常的惊人,使得这棵稻树也在成长。 就像一棵普通的大树,能令泥土滚固,而稻树呢,就是混沌仙人金丹空间的根基所在。 有这一棵稻树,才能令金丹混沌空间不断地扩张。 稻树代表了一名修行者的道,济宁走的是剑道,这棵稻树代表的就是剑道之树。 当然,济宁的金丹空间也可以长出其他的稻树,如水行之道,雷电之道等等。 可显然,现在境界还不够,其他道没有达到世界境层次,最多形成道种,无法生根发芽生长起来。 稻树的高度也代表了一名修行者境界的高低,正常的刚成为世界境,一般稻树也就几百丈高。 滚固一番,一般能达到一千丈,有千丈高,在境界上能媲美一般世界境,万丈高,境界上能媲美顶尖世界境,三万六千丈的话,那是世界境圆满。 在世界境中,金丹混沌空间内的道数三万六千丈是一个极限,任何一个世界境的道数最高也就如此了。 除非再次有根本性的突破,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打破极限,稻树会越加的粗壮高大,那就是生死盗君的境界了。 一片混沌中,稻树越加粗壮威额,大量的树枝生长,每一片树叶都代表了金临不同的剑术。 因为之前参悟过五千多种剑术,加上金临自己创出的种种剑术,金临的这棵稻树的确是枝繁叶茂。 五千丈,八千丈,一万丈,稻树不断地生长,蕴含了纪宁一切剑刀的感悟的稻树,虽然有着足够的厚劲。 当成长到两万一千丈有余的时候,稻树终于停止了生长,它的枝叶肆意地朝四面八方生长,其中有三个枝杆最是粗壮,分别是代表无名剑术,本源剑义, 明月剑术的三根树干。